在上个星期我们已经报道了PGA农保公开赛 台湾好手于俊安 Kevin 于在第一回合曾经独居领先 而在这场比赛四天打完之后 于俊安更是搅出了低于标准感实感 名列第六这样的一个成绩 于俊安在最近两场PGA赛事 都打见到的前十名可喜可贺 PGA农保公开赛最后一轮 台湾好手于俊安从并列第29出发 在标准感三感的第八动 这季长推感精彩进洞 漂亮抓下Birdy 于俊安最后一轮手感发烫 搅出五鸟零bogey的完美演出 最后以总感数负十感的278感并列第六 只落后给领先者三感 包括好手Mathieu Pavon 连续前三轮好手感五鸟两bogey 负三感成绩 第18动的这一推 让他抓下单日第五鸟 最后以总成绩275感 成为二战后首位在美群赛夺冠的法国球员 至于现年25岁的余俊安 首轮狂抓八鸟零bogey 一度以64感独局领先 可惜二三回合表现不佳 排名才一路下滑 余俊安上季因为半月板撕裂 缺席美群赛四个月 但今年前三战就连两场打进前十 自己也十分振奋 赛后他表示自己正处在绝佳状态 希望能继续保持下去 延续到下周的签名赛事 请不吝点赞订阅